欢迎大家收看10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花莲宣政府洗手天主教散幕基金会 推动部落妇女创新计划 今天在台白朗部落举行 部落巴迭曼行动车启用其服一式 继妇女成果展 而县长许真伟华生行动车 一日店长邀请大家一同来响应 部落年长的宜娜将手上的小米递给年轻的宜娜 象征文化传承下去 这是天主教散幕基金会举办的 部落巴迭曼行动车启用其服一式 及妇女成果展 其实我们散幕从85年开始在这边 落地生根在服务 可是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事 我们的服务不能够离开部落 就是说我们在服务服务 可是我们服务的是部落里面的主人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跟部落一起 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一直要提醒自己的 跨离建政部洗手天主教散幕基金会 推动部落妇女创新计划 10月10号在泰巴郎部落举办了 部落巴迪迈行动车启用 祈福仪式继妇女成果展 县长许真伟化身为行动车 一日店长邀请大家一同来响应 这个协助妇女姐妹不用离家太远 我们就地就能够有一个生产的事业 维持自己的绩效规模的经济 为了让陪丽妇女们有机会将自产的农产品 酿酒首创铺包 饰品等走出部落 华年县政府补助了一台部落巴迪迈行动车 提供妇女们可带自制商品到市场贩售 学习如何做行销 更重要的是可以传承部落文化 未来行动车将走出部落 让部落妇女自制的商品 有机会推展给更多人认识 同时创造部落为经济 吸引青年返乡 记者高双双光复香采访报道